让我闻一下你身上的香味 好香啊 这是哈士奇吧 闻不出什么味了 你是不是哈士奇 他说是 那就是哈士奇 我要摸不同的狗 然后分辨他们的品种 我要摸三条狗 我觉得这个难度应该不太大 找一些体型特别像的 或者是毛发的感觉也特别像的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不知道几个狗的品种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这样吗 完全看不见 好乖啊 他就直接坐到我前边了 比较小只 毛发比较长了 你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洗澡了 他的体型比较大 性格很好 挺亲人的应该 我觉得是拉不拉多 他舔我 阿姨抱一下 你好乖啊 很乖很温顺 这些只虾皮狗 首先他比较长 哪去了 什么 跟我们家狗是一个份 我觉得是科基 他耳朵好软 别怕 我不是一个坏阿姨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只左胃的土狗吧 你好长 难道这个才是科基 他是一只大型犬 然后毛毛还比较 我觉得他是金毛吧 我看看你是谁啊 哇 果然猜不出来 这挺人全的 这个狗神好美啊 觉得他主人应该也是很美 他有品味的那种 这 虎儿一种 这是什么品种 这是什么狗啊 这是沙皮狗吧 这是法豆 弟弟一岁三个月吧 是只法豆 公狗 我现在经营一家 宠宠的幼儿园 狗每天早上可以来我们的玩 晚上我们再给送回去 可以让狗更快乐一些吗 互动一下 看看 我觉得他主人是他 我是从主人的眼神里面看出来的 男生养的狗吧 这一个 这是这位先生的吧 我们其实也在帮一些救助的机构 去帮他们做一些狗的培训 这样的话 当这些狗过渡到新的家里面的时候 这样成功率更高 他叫爸爸 拉不拉多犬 今年五岁 就平时我工作的时候 他就在我脚边陪着我 他从来都不叫 除非我有危险的时候 他才会叫 No 这个很明显 他不是他的爸爸 爸爸 干妈妈 这个已经暴露了一切了 我一直都怕狗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想过养一只狗 可能就因为狗有天生的这种治愈的能力 所以我就跟他关系越来越好 他叫Russell 今年应该是两岁左右 当时捡了以后 觉得他长得有点像Jack Russell 然后就随便叫了一下 本来是想说可能是要给领养组织 结果就自己养了 他就特别乖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养织 觉得没有精力去遛 然后说狗可能会管不住 会拆家 但是他就是特别懂事 我今年三岁多 在家里其实挺听话的 就一出来看见别的狗 他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节目还能录吗 我的狗叫做Freda 今年三岁半了 它是一只领养的狗 但是每次别人问我 它是什么品种的时候 我都会说 它叫做爱丁宝羹磊犬 我自己瞎编的 这个我觉得它跑快跑得挺快的 这个应该是你的吧 它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俩吧 感觉就是衣服画风就比较搭 太多人就会去特别好奇它的品种 但它其实就是一只领养的小杂种狗 后来我想说干脆就自己编一个好了 然后就说爱丁宝羹类钱 但是每次听的人都会说 怪不得 好像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品种一样 常民主 因为我姓常 因为我们向往民主自由 跟一帮朋友一起去郊游村里面 他们就发现有一窝小狗在土窝里面 不可怜 然后就决定要 刚刚我猜这个 我猜不出来 这个特别乖 应该是个很文静的 像主人的话 应该是这一位 我首先当然知道 那常民主的主人是谁吧 这个面子 如果不把它领养回来 可能那一窝小狗里面 最终能留下的 不一定有几只吧 就是之前有听人说 这个什么流浪狗 串串什么的 它们的生命力都特别强 它们特别健康 但是那个兽医就跟我说 也不一定 因为你看到的都是活下来的 其实每一个狗狗都很可爱 无论你是 这边遇到的流浪狗 还是花钱去买回来的狗 它们都很可爱 一旦决定要养它 就把它养下去 不要用暴力的攻势 把它卸在它身上吧 狗年 只要对狗更好一点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觉得 一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